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能大家都会在头脑当中反映出街上的巡警 小区的片警 还有凶案现场的刑警等等 那实际上呢 还有一种巡视的警察 他们不常和我们见面 因为他们巡视的范围不是在大街上 而是在网络上 对 他们就是网络监察民警 前不久呢 安徽蒙城的网络监察大队 发现了一个不太一样的网站 哪不一样呢 我们来看看记者的调查 这是一个看上去很普通的网站 网站下方写的主办单位是 博州市蒙城县宣传部 如此正规的部门 主办的网站 怎么会没有备案呢 我们一开始的想法 就认为可能是宣传部 宣传部又新开判了一个网站 用来搞宣传嘛 可能还没来得及备案 于是网络监大队的民警 第一时间和蒙城县县委宣传部 取得了联系 希望他们尽快办理相关的手续 但是得到的回复竟然是 他们根本就没有办过这样的网站 那么这个网站又是从何而来呢 在网站的最下方看到了 这个他们网站上面 承办方是维美工作室 蒙城县维美工作室 警方决定首先从这个维美工作室入手 展开调查 于是在蒙城当地 各个大类似网络机构进行了走访 可是却发现 在蒙城根本就没有这样一个 叫维美的网络工作室 这样一来 这个网站的来由就变得更加扑朔迷离了 我们的就是 在猜测就是他们好多挂的信息 对我们博州 整个博州相当相当熟悉 警方在这个叫博州新传媒的网站上 看到的都是博州地区当地的新闻 内容也都是积极健康的 按照常理分析 警方觉得这个办网站的人如此了解 博州地区的新闻并实时更新 应该就在博州地区范围内活动 但是为什么就找不到这个人呢 我们来看一下本案当中的一个特点 就是这家网站看上去不太像是一个盈利性的网站 因为提供的都是公共的资讯 但是它的落款蒙城县宣传部可不是真正的蒙城县委宣传部办的这家网站 那这网站到底是谁开办的呢 警方的调查又有了新的进展 按照我国法律的规定 凡是没有备案的网站都属于在办理网站程序上不合法的网站 公安部门有权利对其进行关闭 于是博州警方按照程序将这个没有备案的非法网站 博州新传媒封闭了 但事情并没有因此而结束 2009年4月10日 蒙城县公安局网络监察大队的民警 在例行浏览网页的时候发现 这个已经被封闭的网站 博州新传媒竟然又重新出现了 而且网站的内容还增加了一些 他们这个网站上面就开办了一个这个相册图库的这个栏目 主要的内容都是这个 以这个人体艺术和美女协简这两个板块 网站的内容充斥着低级庸俗的图片 警方迅速察觉到这里有问题 于是决定再次封闭这个网站 根据我们的检测 他的这个服务器就已经转移到境外了 就不是在国内服务器上面 我们就无法来屏蔽他 或者封闭他这个网站 于是警方立即将网站上的低级庸俗图片 进行了储存 保留了证据 如果说这家网站在最初的时候 虽然没有备案就成立了网站 但内容毕竟是健康的 还只是属于违法行为 可如今问题已经不再是那么简单了 根据国国法律规定 川普英会图片二位长以上 就已经是出犯刑法 我们举以这个波州新门卖网站 川普英会物品立案 对他进行这个正式真假 立了案 接下来要做的就是找到这个开办网站的人 这样才可以对一个个的谜题进行解答 那么怎么找 从哪下手呢 警方对这个网站进行了一遍遍仔细的筛查 终于有了一个发现 他在这个网站的下方 只留了一个联系方式 那就是他注册了一个电子信箱 警方决定 从这个电子信箱入手 看能不能找到一点线索 随后通过电子信箱所在的网络公司的反馈 查出了一个叫孙兴源的注册人 知道了嫌疑人的名字 警方立即通过公安网络户籍资料 调取了名叫孙兴源的基本信息 但是全国叫这个名字的可不是一个两个 这一下子调出来的就有四百多人 怎么样才能确定哪一个是警方要找的嫌疑人呢 犯的嫌疑人 他应该是在年龄层次 在比较偏小 一般年龄大 或者最小太小的这个未成年人 他这个作用可能性要极小 警方初步分析 这个嫌疑人应该是比较了解网络 并且具有一定专业知识的人 那么他的年龄初步确定就应该是在二十岁到三十岁左右 这样分析下来就筛除了一部分人 但即使是这样 还剩下一百多人分布在全国各地 要锁定其中的一个人可不是一个小的工程 但是我们这个在这个在诊查的过程中 发现了一个就是说这个审刑员的一个小拓战吧 他的信箱名就是sdlw sxy就是p 联想到最后这三个数字 有可能就是他的名字在这个汉语评定的所写 然后我们再去分析签面这个sdlw是什么 然后这个时候我的一个通事就提出有可能是地名 于是警方开始就电子信箱中的字母sdlw进行分析 在已经确认的嫌疑人中 寻找组籍或户口所在地符合这个拼音缩写的嫌疑人 如果说这个拼音组合就是山东来吴孙兴元的缩写 那么在警方已经掌握的所有叫孙兴元的人中 有山东来吴的人吗 一番检索后警方果然锁定了目标 正好有一个足迹是山东来吴 我修他自己 经查这个孙兴元今年27岁 他的基本信息及样貌也清楚了 然而在和山东来吴当地的警方取得联系后 却发现这个孙兴元并不在当地 那么他到底去哪了呢 非法网站博州新传媒的服务器在国外 所以警方没有办法对他进行封闭 但是警方在调查锁定孙兴元的同时 并没有放松对这个网站的监控 安徽省蒙城县公安局的网络监察大队成立刚刚一年左右 主要的工作就是对全县的网站进行备案和监测 就是主要是看一下有没有一些敏感的或者有害信息 警方在监控的时候发现 这个博州新传媒网站所使用的服务器在不停的更换着地点 于是蒙城县公安局网间大队马上向上级部门汇报 并请求技术支持 2009年5月11日 蒙城警方赶往青岛 在当地警方的配合和协助下 在一个小区内将嫌疑人孙兴元抓获 警方抓获孙兴元时 他正在电脑前对博州新传媒网站进行着更新维护 犯罪嫌疑人孙兴元27岁 大专学历山东来武人 孙兴元交代 他在今年一月从网络上的一个论坛上购买了这个博州新传媒网站 一直没有备案 随后自己添加了博州地区的时事新闻内容 目的就是要靠点击率来赚取广告费 网站流量就有点下降了 然后我就这样乱点了 这个博州市蒙城县 宣传媒网站的下方 整体看起来可能会像样一点 孙兴元说 因为网站多次被封闭 为了正常运行 他就租用了国外的服务器 并上传了大量的低级图片 以增加点击率 据孙兴元交代 他利用开办非法网站 上传低级银贿图片 利用点击率赚取广告费 三个月内非法牟利一万余元 就是我现在我们管局城里玩家大的业头 第一次办理这样的案件 那么这个案件破坏以后呢 就是游离我们建议我们的社会狂信 今天我们演播室请到了北京邮电大学的法学教授 刘德梁老师 欢迎刘老师 刘老师你看 这个犯罪嫌疑人孙兴元啊 他说这家网站是他买的 网站可以这样随便的买卖吗 他其实呢 这个网站的买卖不是我们一般理解的 如果说对于无偿性呢 就是我们的非盈利性的这种服务网站呢 就是说其实就是主办者 这个身份的一种转移 那么这种情况下呢 你要到备案部门去进行变更登记 如果是属于盈利性的这种 提供这个有偿信息服务的 就涉及到他那个商人的主体地位 还有有关他从业的资质 资质身份 那么这种转账就受让人呢 他本身要符合这个有关的这个身份的资质 要具备这些条件 同时呢 还要进行到工商去去变更登记 还要获得有关租外部门的这些 到那去要进行变更 要进行许可或者变更登记 他在不断的转换 他的服务器的这个租赁的地点 我们对这个服务器的租赁地点的转换 国家有没有相关的规定 目前从我们国家来看呢 就是对这一块的没有很严格的这些限制 那么可以在那么国内的任何一家的这种 这种正常的这种服务器提供商进行租赁 也可以在国外 所以从监管上来讲 可能就难度大一些 而且他有一个说法的很有意思 他说我获得的这些图片 都是从其他的网站上下载的 在其他的网站是有了 我就认为它是合法的了 所以我下载 我放这 我也认为我是合法的 这个说法能成立吗 这个说法其实是不能成立的 只要是你从其他网站下载 并且就是向公众进行传播 让公众进行阅读浏览 他就产生了这种危害性 所以他都是非法的 那既然那些网站上的图片是非法的 为什么在有关部门的监管当中 它还会存在 导致随心理员会给自己找这样一个说法 已经存在的了 我就认为它是合法的了 它其实有两个原因 就是一个原因 就是服务器在我们国内的 就是网站服务器在我们国内的 那我们就在监管 你再严格 肯定有漏网之语 第二个就是他服务器在国外 服务器在国外的时候 我们就是一般就能采取屏蔽的方式 就是说你没法封闭这种网站 你发现了以后你没法封闭 那么前不久 安徽省蒙城县人民检察院 以涉嫌传播淫秽物品罪 对孙兴源提起了公诉 最近也开庭了 2009年8月7日 此案在蒙城县人民法院 进行了公开审理 孙兴源在法庭上表示 自己上传的那些图片 都是从其他的网站上下载的 并不知道这样做也是犯罪 希望能够得到从轻的处理 2009年8月13日 安徽省蒙城县人民法院 做出一室判决 被告人孙兴源 犯复制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 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 并处罚金一万元 一个人或者是一家单位 他得具备什么样的资质 才能去申请开办网站呢 那么按照这个 我们有盈利性 所以我们一般的就是 把那个网站分为两类 一类就是盈利性网站 和非盈利性的网站 那么对于这个非盈利性的网站 它一般没有什么限制 就是一般的个人或者单位 都可以开办这样的网站 不需要经过许可 只要事后就备案 把你的备案证号 ICP号放在您的网站的首页的下方 并提供这个主管部门的 这个这个查询的这个链接地址 而如果说你那个网站 从事的这个这个信息服务呢 是最盈利性的 比如说我这里面的卖药品 卖食品了 那么你要经过这个 这个有关的这个药品 食品的这个监管部门 它的这个审核 那么英文信息有偿服务的 那要经过国务院新闻办的审核 还有如果说你是从事商业买卖的 是吧 那么还要另外要得到工商 这个行政部门的许可 许可号啊 等等这些信息都要在网站的 主页的下方的显著位置 而且呢 在下下面的要提供一个 链接地址 要让公众的要证别 现在呢 网络和现实生活离的越来越近了 那当然我们的很多学生的 家长孩子的爸爸妈妈们都会担心 孩子们会不会在不经意间浏览了这些不健康的信息 所以希望我们的有关部门呢 能够在工作当中严格把关 给我们更多的家长一个放心的承诺 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经济说法 也感谢龙老师参与我们有多事的讨论 观众朋友们 我们明天再见 12-13-18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